可,警惕,现场符合上帝的话语,美,基督徒面临的挑战是日常监视他或他的生活,并确保,不要落入受害者的不稳定的做法,犯下我们的社会,圣经说明,但,劝说一个另一种日,同时他被称为今天免得你已硬通过欺骗的犯罪,对于我们,已经成为有份基督。 如果我们保持我们开始,信心坚定到底,西伯来3.13日至14,教训,基督教,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宗教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的耶稣基督,基督徒必须做法的宗教与权的奉献精神,我们必须按照经典的信的,并且我们必须根据上帝的标准,由于基督教朝圣过程中,导致,以上帝的信徒必须仔细观察他的照顾,我们不能,是松散的信心和妥协的圣经缘人, 我们必须站起来,义,此外,我们还必须不屈服于任何诱惑,以及祸,迫害,我们必须敏感并能虔诚地对抗和,克服任何情况下,可能挑战我们的信仰耶稣,基督。 重要的是,我们的基督教徒依靠神的力量,克服我们面临的挑战,我们必须虔诚和日常询问的,加密的神圣的精神。 祷告,亲爱的,上帝,我是一个基督教,这是我的选择站立并满足圣经的要求,这是我生活的愿望一个专门的生命给你。 我不想妥协我的信仰在任何情况,我这样做,不要跟着受欢迎的意见,自相矛盾,圣经,但是我想站起来为正义合作,任何你需要我。 请给我力量,通过你的,圣灵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,摸我的宽限以满足你,天上的任务授权,所以,我可以高兴与你的最后一天。 请繁荣我的方式在地球上还有,所以,我可以刺激,为您服务的,在耶稣基督的名让我的请求。阿们。